偶像请回答 你问我来答 大家好 我是戴萌 已经毕业一段时间了 三单和活动时期和个人活动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还挺不一样的吧 其实一开始 我觉得刚从团体里面 毕业会有点不习惯 特别是如果是自己出去 solo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 以前都是大家乌泱泱一群人 就啥都不怕 觉得出错了 我们队友也会打 打掩护或者是互相会 搬衬着说话 但是可能你自己solo了以后 你就是一切都要你自己来承担 人家都只看到你一个人 所以说就是会压力大一些 但现在我觉得 我基本上已经逐渐习惯了 驾轻就熟 飞速成长 有没有做过在团里没有做过的事情 出单曲 因为以前在SNH的时候 是没有资格出单曲的 也不是说没有资格 就是我们的整个体制 就是有总决选 只有总决选的第一名 或者是怎么样 你要通过一个选拔 你才能参加这个选拔的单曲 或者是你才有资格你去做一个单曲 但是毕业了以后 更多的就是和外面传统的公司的艺人 就比较类似 有可能出歌 然后去拍戏 或者去上综艺这样子 我觉得也算是在团八年的一个沉淀 最后才能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去出单曲 夏季炎热 给粉丝们推荐几个简单曲运动吧 我觉得既然是夏天定不能少的运动 就是游泳 而且游泳就是那种 全身上下都可以帮你快速减肥 而且很速行的一个运动 就是很增加你肺活量 然后你夏天因为外面很热 你也不善意在游泳馆里 而且我就挺喜欢水的感觉的 我觉得在水里浮着很解压 所以我就推荐游泳这个运动 冲浪游泳很开心 平时洗好吃瓜吗 害怕吃瓜吃到自己身上吗 看到瓜就感觉就跟 大家吃瓜群众差不多的感觉吧 看到热搜啊什么的就会 感兴趣的就会点进去看一下 其实我还好吧 因为我也不认识 就是不是很变人的瓜 我就觉得也没什么好吃的 就纯粹看个热闹吧 也不太会去什么发表想法之类 建议艺人的身份吃瓜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我不紧张毫不紧张 我一点都不紧张 放心吧 我暂时是不会塌房的 没有这个机会 哎呀我也想啊 可惜了 看是什么电影吧 比如说我之前就看了一个数码宝贝 就是数码宝贝的剧场版 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下 我觉得没有人想跟我一起去看 只有曾可妮回我了 他说哎可惜了我在北京 他当时不在北京 他在武汉 然后呢 就是他也去看了 就是他自己去看了 我也自己去看了 就相当于看过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正好就很火的电影 大家都想去看的 就结伴而行 这样 分享一下近期的奢侈经历 没有奢侈经历 我因为我是一直是一个 主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我秉持着这样的信念 所以就还好 没有什么奢侈经历 第一只兔子 有可能要iff人 那个大风 那个大风 大风 蜂继续吹 不是吗 是啊 风继续吹 这歌就叫大风 名叫什么 我说的它是日语名字 而且你还没开始唱 你怎么知道它是中文还是日文呢 是中文 你跟我说是中文没用 你还没有唱 对不对 这个不算 我说风继续吹 你去查日文名最要风继续吹 西式妖宝 这个名字 宝贝最近有什么非常想尝试的东西吗 最近想去旅游 然后想开车 因为最近就是到处跑啊什么 就没有那种自己的生活的感觉 就是想做一些更有生活性的东西 生活性的事情 比如说在家打扫一下 我也觉得会很开心 旅行的话最近想去哪里 最近啊我想去那个西双版 因为我看到大家有去那边玩 还不错就是不一样的那种体验 就是他们那个那边风俗啊 服装啊风俗人亭啊 就想想去看一下 之前看朋友圈有朋友去了吗 就觉得还蛮好奇的 但是自己去也很无聊 就想等到我和我朋友大家都空了 然后约个时间咱们一起去这样子 九年义务开心 如果最想对转 呸 如果最想对钻君说三个词 是哪三个词 钻君 梦想汗水坚持 第三个朋友 这位是谁啊 你这个是零一一三 戴蒙有没有想去哪里旅游啊 刚问了 西双百纳 其实我也很想去国外旅游 但现在因为疫情原因也没办法出去 我还想去一个地方去香港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在香港上班 我就特别想去香港看望他 因为他现在回不来 他回来就是要隔离很久 然后再去上班 他已经去了大概有 从我毕业之前他就去香港工作了 哎不对 过年 过年之前吧 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了 就想去香港探望他家顺便去玩一下 嗯 啊 萌妹子来了 来来来来 王啊 每个人嗯 耶 嗯 就这样 受不了了 自己都受不了了